好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stochastic volatility的model 那这个最有名的model 当然就是Heston 1993年所提出来的这个模型 那我们先把这个模型的背景讲一下 那也就是在Brecious的架构之下 它是假设呢 例如说它刚开始是评价股票选择权 所以它是假设标的股价 它的随机过程是符合这条市值 那我们现在都是在风险中低的经济体系之下 去探讨这一件事情 好 那这个符号呢 我们之前讲过很多遍了 所以我觉得就带得比较快 总而言之呢 它就是说在连续时间的概念之下 那经过一小段DT的时间 那这个标底股价它的报酬率就可以分成两项 第一项事实上就是固定成长项 那就是无风险利率 DT就是我们现在的这段很小的时间的长度 那是以年来表示 那这个Sigma呢 事实上就是年化的波动度 那DT其实就是一个winner process 或者是说你要说是一个布朗运动 也是可以的 那当然呢 这个我们是在风险中低的经济体系之下去做的 因为呢 我们现在要去评价衍生性商品的话呢 其实有一个做法 就是假设有一个经济体系呢 它是风险中低的经济体系 在这个体系里面呢 所有的人呢都对任何的资产呢 要求的报酬率全部都是无风险利率 好像呢 对任何的风险呢 都没有任何的偏好或厌恶 那对所有的风险全部都是中立的 那在这样的一个虚拟的经济体系之下呢 其实可以得到真实世界的衍生性商品的价格 那这个是我们之前应该都有说过 只是可能在每一部影片里面大致都说过这样的概念 好 但是呢 我们这里有一个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这个波动度呢 这里是一个常数 那事实上这个假设呢 有点不太合理啊 因为感觉上呢 这个标的物的波动度呢 应该就不会是一个常数 那例如说呢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我们这个系列的影片 那这个系列影片应该是在第三部影片有讲到历史波动度 所以你就可以到我的YouTube网站上去 然后呢 你就看一下我们这个系列的第三部 例如说呢 第三部这里有讲一个历史的波动度 那他这里有画一些历史的波动度 应该是在很后面的地方 所以我看一下可能在49分左右 所以那像这样子的一个图 我们就把它放大一点 好 那当初呢 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其实是在讲 S&P500的历史波动度啦 所以呢 上面是S&P500的指数 下面呢 事实上是它的波动度 那可能呢 就是取一段时间 应该就是252天的历史波动度 假如没记错的话 但是呢 我们那时候是用滚动的252天的视窗来看一下 就是每252天呢 他算出来的历史波动度是多少 那我们可以发现呢 这个波动度的线就在下面这里 这显然呢不是一个常数 而且呢他有一些特性 就是说呢破动度太高的时候呢 那破动度呢就倾向会下跌 然后呢破动度太低的时候呢就倾向会上涨 那其实这个也蛮符合直觉的啦 因为呢今天通常股市在涨的时候呢都涨得比较慢 都涨得慢慢涨 都是涨得比较慢喔 所以呢在成平的时候 股市没有太大波动的时候呢 你可以想象很多人呢在选择权市场上呢就会卖双边 也就是呢买群也卖 卖群也卖 所以波动度呢就这样子被卖下来了 于是呢波动度就开始跌跌跌跌跌 但是呢成平的日子过久之后呢 只要有一有风吹草动的话 那大家就会惊慌失措 赶快把手上的那些卖出去的选择权就把它品仓掉 甚至呢还会去买一些比较价外的卖权来做一些避险 所以呢事实上这波动度呢太低的时候就倾向会上涨 那同样的呢波动度假如太高的时候 那就倾向会下跌 那例如说金融海啸的时候那时候VIX呢的指数呢 曾经到达80级哦 那当然呢市场已经很恐慌了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了几乎大家都在 例如说呢都在买选择权 买卖权来做避险之类的 所以呢波动度呢就会变得非常非常高 但是呢当市场恐慌到这样的程度的话 那政府呢通常就会出来稳定市场 所以呢政府的措施一直下去之后 慢慢的这市场呢就会趋向稳定 所以呢整个波动度呢又会下降 所以呢波动度呢第一个它不仅不是常数 而且呢它好像还有一个回复长期平均值的特性 也就是呢波动度假如太高的话呢 就显得呢会降低 波动度太低的话呢就会显得会升高 好所以呢这个是啊 我们从历史的波动度来看呢 发现波动度有这样一个特性 所以呢在原始Precious之下呢 这波动度呢设成常数呢就让很多财务学家呢 觉得不是很舒服就是了 那刚好呢我们再三部影片呢 要讲到CIR的Square Root Model 那Square Root Model呢它的写法是什么呢 那我们呢就把它看一下 就说呢例如说我们现在就随便取个变数好了 叫做V好了 那这个V呢事实上呢 它就等于一个Caba 然后呢再乘以呢 Theta然后呢减掉V的底梯哦 V的底梯哦 然后呢再加上呢 Sigma乘以呢 啊根号 然后V的底梯哦 那当然呢当初这条式子呢 其实是用来描述利率的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V呢 想成就是利率哦 所以呢经过一个小小时间呢 利率的变动量呢 就会等于Caba 它是一个调整的速度 那Theta呢 就好像是利率的长期平均水准一样 然后呢就减掉利率 那这样子的特性呢 就会造成说 今天只要调整速度是正的话 那当今天呢V大于Theta 那事实上呢就代表说 现在的利率呢 已经高于长期的利率的话 那利率呢就会倾向下跌 因为当V大于Theta的时候呢 前面这整个的东西呢 会变成负的 就好像说呢 下一期那个利率呢 变动量呢 其实有一个负的DriftPan 那换句话说呢 今天利率呢 就会倾向会下跌哦 那同样的呢 当今天利率角很低的时候 V角小于它的长期平均水准Theta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呢 前面这一项呢 就会变成是正的哦 所以呢 下一期的利率呢 减掉这期的利率呢 就会倾向是正的 这就是底V呢 就倾向是正的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样子的特设置就有 V会恢复长期平均水准Theta 它的特性哦 那再加上呢 这个Sigma呢 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 DV它的波动度哦 那当然这个Sigma 跟这边Sigma呢 其实概念上不一样啊 上面Sigma事实上是 Precious架构之下呢 股票它的波动度 那下面呢 这个Sigma呢 事实上是这一个 Squared Root 这个风险因子的波动度哦 那这两个Sigma 其实是不一样的 不过没有关系 等一下我们马上 就会把上面的Sigma 给涂掉了 然后呢 再乘以根号V哦 那因为呢 V它不能是负的 所以呢 今天开根号呢 就不会出 就不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哦 好 那这个呢 事实上就是CIR呢 它的Model 所讲的事情哦 也就是我们上一部影片 所讲的 所以加大家角呢 还想回味一下 这一篇的配合的话 其实呢 你可以去 我们给你的这个连接呢 然后就按一下这个 原始的文献出来看看哦 那实上呢 就可以看见这条 很有名的Squared Root 的Process哦 好 那 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 好 那我们现在来想看看 当初 会有这个Squared Root的Process呢 一个 原因就是因为呢 我们觉得 明目利率呢 不能是负的 不能是负的 所以呢 我们就 创造出了一条这样子的 Squared Root的Process 出来哦 那因为呢 今天V它不会是负的 所以开根号 就不会出现问题 好 所以这两个模型呢 怎么把它给 连接起来呢 那这时候就有财务学家想到说 咦 今天的波动度 其实说穿了呢 跟标准差是有点相同的概念 那波动度的平方就是变异数 变异数呢 一定是正的 变异数一定是正的 没有负的可能性 因为呢 它实际上是每一个随期变数呢 减掉它期望值之后 平方之后 然后再去求期望值 所以既然有个平方的过程 那变异数呢 一定是大于0的 所以呢今天我们假如把这个Squared Root Model 用在变异数上 那似乎呢 好像挺不错的 也就是说呢 那今天V我们假如把它当做是这个股票 就是Ratious架构之下呢 标的股票的变异数的话 报酬率的变异数的话 那变异数呢 其实它也会有恢复 恢复长期平均值的特性 因为呢既然波动度 波动度就标准差嘛 波动度呢 假如有恢复长期平均水准特性的话 那今天变异数当然也会有啊 好所以呢今天假如说我们把这个Squared Root的模型呢 用在 用在那个波动度的平方 也就是报酬率的变异数上 似乎也蛮好用的 第一个就是呢 因为变异数它不可能是负的 刚好就是符合这个Squared Root它的模型的要求 好然后第二个就是呢 这个模型它还有 恢复长期 就是恢复长期平均水准的特性 那因为呢波动度它本身有恢复长期平均水准特性 所以呢变异数当然也会有 好所以今天就有财务学家就说我们能不能呢 假设在Precious的架构之下 那标的股票它的波动度其实并不是常数 而是呢也是一个随机过程喔 所以呢这随机过程就这样写出来 只是这时候这个V呢就叫做什么 这个V事实上呢不叫波动度 是波动度的平方 所以呢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标的股票 它的保酬率的变异数 好所以底V呢它有一个回复长期水准的过程 那K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回复长期变异数的一个速度 那这个Theta呢就是长期的变异数的一个平均水准 那V当然就是变异数 好那这Sigma呢事实上就是这个变异数它的波动度 好然后再除以根号V然后底Z 好所以这时候呢 假如我们要把这两个模型合成起来的话 那一个呢很显然意见就是说那我们干确呢 也让这个波动度呢变成也是随机的好了 好所以假如是这样做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Brecious呢 它的这个模型呢 这个Sigma呢就把它改成什么 就把它改成是根号V了嘛 因为Sigma呢其实本来就是标的股价它的波动度 那既然呢变异数它都有它的随机过程了 所以呢今天我们这边给它写成了根号V的话 其实呢这个波动度它就也变成是随机的 好所以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所谓的Heston的模型 那我们来看一下Heston这篇的原始文献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文献 那大概这个模型提出来之后呢 很多的模型都是依附在这个模型之上 只是呢用在不同的随机过程 不同的经济变数里面 好所以呢它就告诉你说它当初就是呢 试图去推导一个CrossFore 然后可以来对选择权推导CrossFore 那而且呢这个波动度呢其实也是随机的 好所以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首先呢它就是假设在Brecious之下呢 那这个标的股票它随机过程就涨成这样 你就发现呢 以这条市值呢跟我们写的市值呢 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只是呢它这个μ最后在评价之后要改成R 所以呢基本上这条市值跟我们这边的市值一样的 那我们只是把S呢除下来而已 好那这个波动度呢它的随机过程是长成怎样呢 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 好所以呢其实就是我们下面的这一条市值 好但是呢这里还有一些小小的问题 那什么问题呢 那就是说我们现在这里有两个 有两个布朗运动或两个Winner Process 那这两个Winner Process呢没有理由是会一样的啊 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全部呢把它写成DZ 我们必须要把它分出来 例如说我们这边就写DZ1 然后这边就写DZ2 那这样代表说DZ1其实呢就是标的股票它的Winner Process 然后呢DZ2呢其实就是标的股票报酬率的变异数它的Winner Process 那当然呢等一下在做时间离散化的时候呢 那这个地方都会怎么做呢 那因为我们通常在抽样的时候呢就是会去标准常态分配去抽样 但是呢DZ其实它并不是一个标准常态分配 所以这个DZ呢我们通常会把它变成什么呢 会把它变成呢是DT开根号 然后呢乘以Action Action实际上就是呢 从标准常态分配里面所抽出来的乱数 那我们这里就把它写成Action1 好然后呢这个DZ2呢 当然等一下我们再把它离散化的时候呢 我们会怎么做 我们呢也会把它变成呢就是DT开根号 然后呢再乘以Action2 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很放心的 从标准常态分配里面去抽乱数了 但是呢听到这边你可能还会有点觉得有点诡异啊 就说呢那Action1跟Action2呢 难道就是独立的吗 就是独立的吗 因为呢我们通常在抽这个乱数的时候呢 我们都是从独立的乱数库里面去抽取的 但是呢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股票它的影响股票的Winner Process 跟影响变异数的Winner Process呢 它可能之间会有相关系数啊 有相关系数啊 好所以呢 例如说在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这个例子里面呢 然后作者呢就是假设是什么 它事实上呢就是假设成了DZ1 然后把它写一下 就说呢事实上呢它假设的DZ1跟DZ2呢 那它的相关系数是多少 所以呢我们这边就给它写个COR 好了代表说这两个东西的相关系数啊 然后呢作者等一下呢就会把它 另成是0.6 0.6就是我们等一下看程式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可以发现说它这里就有个RAW 就代表是这两个随机过程 那这两个Winner Process呢呢 它的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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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系数啊 那当然呢通常我们 嗯 不会直接就写0.6 因为写0.6也是错的 因为还少写一下 通常呢我们就把它写成就是RAW RAW DT 那RAW呢 其实就是一个-1到1的数 那DT呢 就是 今天经过一段很小的时间 那这个DZ1跟DZ2呢 它的那个CORRELATION呢就是等于 RAW乘DT DT就是呢一段很小的时间啊 好 所以今天呢 假如你真的要去抽乱数的话呢 你可能必须要到两个标准常态分配里面去抽乱数 而且这两个标准常态分配还必须要有相关性 那这样的话呢 就有点麻烦了 比较正确的做法就是 你必须要到一个二元常态分配里面去做 就是一个二元常态分配 而且呢它的每一元呢 它的期望值都是0 编译数都是1 但是呢这两个常态分配呢 它之间是有相关性的 而且这相关性呢 等一下我们就会把它设成是0.6 但是呢 今天到一个二元的常态分配里面呢 就是到标准常态分配里面去抽 然后呢就是五个独立的标准常态分配里面去各自抽乱数出来 那这样会比较简单 也就是说呢 我们很想要做什么事 我们很想要把这个 这个s01跟s01跟s02呢 本来它是有相关性 然后呢把它变成是没有相关性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又可以回到 那个独立的标准常态分配里面的乱数库去抽了 也就是说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我们应该是要到一个二元的常态分配里面去抽乱数 但是呢我们不想这么做 我们想呢 今天把这个s01跟s02呢 做一些线性的转换 然后呢 转成s01θ跟s02θ 然后呢 死的s01θ跟s02θ 其实它是独立的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又很开心了 因为呢 今天我们又可以在 两个独立的标准常态分配里面去抽乱数 那就不会扯到多元常态的问题 好 最后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呢 有s01 跟s02 其实呢 它本身呢 是有相关系数的 那我们这简单起见就把数字带进去吧 那比如说它相关系数呢 就是0.6 那我们呢 怎么去把它做一下转换 使得呢 它可以呢 s01跟s02呢 变成s01θ跟s02θ 然后呢 你会说有θ跟没有θ 到底有什么不同 那它的不同就在这地方 就是说呢 今天Action1跟Action2呢 它的correlation呢 事实上是等于0.6 我们就直接把数字带进去 可能会比较具体一点 事实上呢 它的correlation呢 其实是0.6 那除此之外呢 今天Variance的Action1 其实呢 就等于Variance的Action2 然后呢 就等于1 因为呢 毕竟它就是 标准常态分配 各自呢 其实从各自的维度来看呢 它是一个标准常态分配 只是呢 这两个标准常态分配呢 之间它有相关性而已 所以其实呢 Action1跟Action2呢 它的Variance呢 都是相等 都是等同于E 好 那我们现在想要做什么转换呢 我们现在想要呢 转换成呢 Action1Theta跟Action2Theta 然后呢 Action1Theta呢 跟Action2Theta呢 其实它的correlation呢 就变成0了 就变成0 好 所以呢 我写一下吧 这个要很好的控制 滑鼠的功力 好 我们就希望它变成0 但是呢 我们仍然希望呢 今天 Action1Theta 跟Action2Theta呢 它各自的Variance呢 还是维持在E 那假如说可以得到这件事情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很放心的呢 在Action1Theta跟Action2Theta 这两个独立的标准常态分配里面呢 的乱数库去抽乱数 然后呢 再经过一个线性转换 我们就可以得到Action1跟Action2 而其中Action1跟Action2呢 它其实是有相关性的 好 那这个怎么做呢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 是数学上所谓的Cholesky Dekomulation 就是说有一个什么什么 中文翻称什么Cholesky 什么俏列斯基的分解之类的 那它呢 这东西怎么做 其实我们现在只有 两个变数 所以用目测的呢 还蛮好目测的 但是呢 假如说你今天是很多元的话 那可能呢 就必须要用比较正统的Cholesky 方法去做分解 那通常那个东西就牵涉到 你怎么把一个矩阵 例如说是一个正定的矩阵 然后把它做成什么 下三角跟上三角的两个矩阵箱 那可能就叫做什么 LU Dekomulation之类 跟那个事实上是有点相关的 但是呢我们这边就不要去测 什么Cholesky Dekomulation 因为Dekomulation 因为那个东西呢 有兴趣的就自己去查 我们就先来用目测的来看一下 这该怎么做 那当然呢 你可能会说 那我现在Action1 就先定它等于Action1 Theta 好了 所以呢你就很自然呢 这里就会写成1跟0 就代表什么呢 代表说其实呢 Action1就是Action1 Theta 因为呢 这样子 其实是最 这样子开头是最方便的嘛 所以呢 假如说你写前矩阵来看的话呢 就是Action1 就等于1乘Action1 Theta 加0乘Action2 Theta 好那接下呢 我们就想要去写下面这一列 那话讲说呢 我们就要想说Action2 到底是多少的Action1 Theta 再加上多少的Action2 Theta 这个叫Theta 好那这样子的话呢 才有办法去符合下面 我们所写的这些限制式 那当然呢 一个很直觉的想法就是说 我们这边就把它装0.6下去了 就装0.6下去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呢 假如Action2 就等于呢 0.6乘Action1 然后再加上某个东西乘Action2 Theta的话 那事实上呢 其实Action1跟Action2呢 它的 correlation 就自然会是0.6了 我们先 我们先 我们就写出来看看好了 就说呢 今天我们是令Action1 其实呢 就是Action1 Theta Action1 Theta 这个Action其实这样子反的写还挺难写的 好然后只要说呢 我们今天Action2呢 我们就令它等于0.6 然后呢 乘以Action1 Theta的话 然后呢再加上一个数 我们不晓多少 但是呢我们知道 这个等一下我们会算出来 然后呢 再加上一个数呢 乘以Action2 Theta 那这样的话呢 你去想看看Action1跟Action2 Corelation是不是0.6 其实是啦 因为呢 你就把这两个东西呢 去取Corelation 那就会等于什么 就等于这一项 再加上呢 后面这一项去取Corelation 但是呢 因为Action1 Theta跟Action2 Theta 其实它Corelation是等于0 所以呢 就只会有前面这一项 会有Corelation 所以呢 就是0.6的Action1 跟Action1的Corelation 但是呢 自己跟自己的Corelation 其实就是自己跟自己的Valance 所以呢 嗯 其实也不能这么讲 但是因为它的min都是0 所以大家只可以这么说 好 所以呢 这样子的话呢 Action1跟Action2呢 它的Corelation 自然就会有0.6跑出来了 好 所以你这里呢 就会很自然填下0.6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呢 啊 这里到底要填什么东西呢 那我们就必须要符合什么 就是必须要符合呢 Action2 其实呢 它的Valance 还是要等于1 所以你就想看看呢 今天这要填多少 然后呢 才会使得呢 你等号的左边 跟右边都取Valance 然后呢 啊 左边呢 必须要等于1 所以右边也必须要等于1 好 所以呢 就是看看就发现 这边其实就是放0.8就好 就放0.8就好 为什么呢 因为你假如这边放0.8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看看 你假如呢 左边这边取Valance 所以Action2呢 取Valance就是等于右边这取Valance 但是呢 Action1 Theta跟Action2 Theta 它是 Corelation是等于0啊 所以事实上呢 两个Corelation等于0东西相加去取Valance 事实上就是各自的相的Valance 所以就是会是这一项的Valance 所以就得到0.6的平方 就0.36 再加上呢 下面后面这一项的Valance 就是呢 0.8平方呢 然后呢 就是得到0.64 所以0.64加0.36 就又得到1了 那就符合呢 Action2它的Valance 又会等于1了 好 所以你假如说你去看一下 一些简单的风险管理的书呢 那它假如说今天只有两个变数的话 它告诉你说 当你做Cholesky Decompration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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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事实上呢 这边就把它放0 放1跟0 然后下面这里呢 你就放什么 就是放Raw 然后呢 这里就是什么 就是1-Raw的平方 然后把它开根号就是4 那当然呢 这个是适用在2元的状况 例如说你有3元的话 那你要推出一个通式呢 当然就更复杂了 你就必须要有 第一个变数 跟第二个变数的相关性 还有第一个变数 跟第三个变数的相关性 还有第二个变数 跟第三个变数相关性 推出来公司就会比较复杂 那当然是 当你是多元的时候 你就还是要一套系统性的方法去做 那个东西呢 就是要做Telastic Decomposition 好所以呢 这个东西 Python都可以帮你做 都可以帮你做 好所以呢 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 我们现在就是想要离散化 然后去把Hesten的随机波动度的模型呢 就把它给做出来 就把它给做出来 然后呢 我们今天必须要抽两个变数 那我们这两个变数呢 会在独立的标准台分配里面去抽 抽完之后呢 经过这样子的线性转换之后 使得呢 这个原始的S1和S2呢 它会有 Corelation 这样的话呢 我们试图去把股价的随机过程 也把它给模拟出来 然后呢 这个股价报酬率的Varance的随机过程 也把它给模拟出来 好 那我们现在最后还有一项工作 是要做什么事情呢 其实就是要把它给离散化 那上面这项呢 离散化其实是蛮简单的啦 那 是蛮简单的 事实上呢 这写起来有点复杂 我们在前两部影片讲过 其实呢 就是下一期的股价 等于这期的股价 乘以Exponential 然后呢 R减掉1.2 波动度平方乘以底梯 然后再加上呢 后面这一项 那 我就用讲的 因为之前我们前两部影片 也看过这个程式怎么写 好 然后呢 这个CIR 就是这个Square Root Model 怎么去做离散化 那我们在上一部影片呢 也有说过 其实这个作者呢 他做了一个很很很简单 但是呢 效果还不错的一个离散化的过程 也就是说呢 今天底V事实上是什么呢 底V其实说穿呢 就是VT-VT-E的结果 好 所以呢 其实下面这一条式子呢 离散化可以怎么写呢 我们就是把它写成呢 VT其实呢就是VT-E 好 VT-E 那事实上呢 你把VT-E移到等号左边 其实呢 就变成VT-VT-E 就是底V的意思 好 然后呢 再加上什么东西呢 再加上 哎呀 我觉得T写的有点小 再加上Cover 然后呢乘以Stata 然后呢 减掉V 但是呢 今天我们在做V上化的时候 其实呢 你不能保证每次得到出来的V都会是正数 都会是正数 因为有时候呢 你这个比例要取得比较大一点的话 然后呢可能 比较大一点的负数的话 那事实上呢 很有可能呢V就会变成是负的 那这怎么办呢 因为V又不能是负的 所以呢 假如说这边的VT-E变成是负的话呢 我们就强制把它变成0就对了 那换句话说呢 这也有个符号叫VT-E 右上角的加 代表说是MASMA的VT-E和0去比 看谁比较大 白话来讲就是呢 假如上一期的变异数变成负的 我们就把它强制变成0 那假如它不是负的话呢 我们就维持它原来的 原来的符号 原来的那个正数的数值 那这个呢 我们在上一部影片也有讲过 所以就乘以底梯 然后再加上什么东西呢 再加上SIGMA 然后这里就有一个VT-E 要开根号 但是呢 我们也不能保证它一定是正的 所以我们就说 假如它是负的话呢 我们就强制它就是0 所以这里有一个符号 代表说它是MASMA的VT-E和0去比 看谁比较大 白话来讲就是呢 假如VT-E是正的 那我们就维持它原来的数值 再进去开根号 假如呢 是负的话 我们就强制定它等于0 好 然后最后呢 再乘以呢 DET-T 然后呢 再乘以AXION-TOO 再乘以AXION-TOO AXION-TOO 好 这个就是呢 这条SQUARE ROOT 我们这个作者在上一部影片的时候呢 所用的离散化的式子 好 那上面这条式子要说吗 其实这条式子应该是讲过很多遍 我刚才是口头讲一讲而已 其实就是XT 那实际上就是什么呢 就是XT-E 然后呢 乘以一个Exponential的什么东西呢 的R 然后减掉呢 1分之1 然后波动度的平方 所以那波动度是根号V 因此这就只剩下V而已 然后呢 这也乘以DET 好 然后再加上什么东西呢 再加上一个 嗯 这实际上V呢 都要写T-E 哇 糟糕了 越来越 空间越来越小了 好 我把它放大一点 这是V的T-E 就是 也不是T-E 是 是这一期的V 这一期的V 好 所以呢 这边乘以DET 好 然后呢 再加上后面呢 事实上就是一个 嗯 根号V T 然后呢 乘以什么东西呢 乘以DET 然后呢 再乘以Action1 好 所以呢 这整个过程就是在做 这件事情 好所以终于我们把背景知识全部讲完了 我们可以开始来讲 这个程式在写什么东西了 好吧 所以呢 那我们就开始来看哦 就假设现在的股价是100块钱哦 R就是无风险利率 所以呢 就是这个无风险利率 假设是0.05 好 那个V0呢 是什么东西呢 V0其实就是这个 变异数它的起始值啦 我们就假设呢 是4% Caba呢 是3 也就是呢 这个变异数回复长期平均 变异数值的一个速度 Zeta呢 0.25就是我们假设呢 这个波动度的长期平均水准就是25% 那一个股票呢 波动度25% 其实算是中等的波动嘛 因为呢 要看整个市场环境 怎样 那至少现在是2019年的7月 其实还是挺热闹的市场呢 常常有很多有趣的川普的事情 就会波动一下 好 就是说 就是说这地方设0.25呢 其实还算是 还算是不错 等一下我想看看 其实它是变异数的长期平均水准 所以变异数长期平均水准是0.25的话呢 波动度是开根号就变成是50% 所以波动度的长期平均水准50就蛮高的 好 那总而言之呢 这个作者他这边的数字呢 都是随便去设的啦 那当然实物上你要去用这个模型的话 你就必须要去做colibration 真的从市场上的交易的资料 去把这些参数给估计出来 好 所以这个SETA0.25就是长期的变异数的水准0.25 所以长期的波动度水准是0.5 这还不小 说真的 一个个股波动度50呢算是有点大的 好这个SIGMA呢 事实上就是变异数它的波动度 变异数的波动度 你会想说变异数不就是波动度的平方呢 所以呢 变异数的波动度基本上就是有点像是波动度的波动度的概念 但是不完全是一样 就是呢 它有点像是波动度的波动度的一种想法 好所以SIGMA呢 就是这边SIGMA 我们就设定0.1 如果就是呢 这个AX11跟AX2的相关系数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想成就是 DG1跟DG2的相关系数啦 所以呢 DG1跟DG2的codulation就是0.6乘以dt 好那这代表什么呢 代表说其实影响骨架的不确定性 影响波动度的不确定性它是方向至少是相同的 是相同 所以今天假如呢 有一个有一个不确定性会让波动度变高的话 事实上呢 同时它也会让这个影响 影响那个标的骨的这个底力 同时也变大 因为他们是正的相关 好T我们就假设是1年好了 好所以呢 这些都是基础的参数 基本的参数把它输进去 再来呢我们就是要去做一个变异数公变数矩阵 好所以变异数公变数矩阵呢 当然呢我们现在把脚把它写出来的话呢 其实就是一个11 主对角线之1 然后呢 非主对角线就是0.6 0.6的一个变异数公变数矩阵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就是说 它其实是在描述这个Action1跟Action2 它的二阶洞差的一个情形 所以主对角线呢就是Action1跟Action2 自己的Valance 所以自己的Valance就是1 然后非主对角线呢 就是它们之间的CoValance就是0.6 这个东西通常我们就把它叫做是Valance CoValance Matrix 好所以呢这个作者就决定了用手工链字 我们就自己把它做出来就好了 所以呢它就说一个东西叫做2乘2的矩阵 我们先创造出2乘2的矩阵 里面全部都先装0进去 就把这东西叫做Corelation Matrix 好那它现在怎么做呢 它就决定呢 一列一列把它输进去 所以你看一下它告诉你说 今天呢本来在2乘2的矩阵里面全部都装0 但是呢我现在就是把编号D0的那一列抓出来 然后所有的缆也要抓出来 然后呢就放进什么呢 就放进1.0跟Raw 换加说它现在就是要把刚刚的0矩阵的编号0这一列 把它变成就是1.0跟Raw 那Raw呢我们刚刚已经假设是0.6 所以说穿的就是它要把编号0的这一列 也就是第一列呢就把它变成是1跟0.6 好然后呢 Corelation Matrix呢 编号1的那一列呢 它把它变成是0.6跟1 好所以呢就要把这一列呢本来是00 变成0.6跟1 好所以呢它就 这两行就是把这个Corelation Matrix 其实变成是我们所看见的这个样子 好那接下来呢它要做Corelation Matrix 所以它就用numpy点 细心代数的一个套件 然后呢就Corelation Matrix 然后就把你这个矩阵放进去 然后呢就叫它去做Corelation Matrix 做完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矩阵叫做Corelation Matrix 好所以呢我们就把Corelation Matrix弄出来看看 就发现过来没有错就是10 0.6跟0.8 就是跟我们这边所讲的用猜的 10跟0.6 0.8 是同一回事情 好所以呢我们现在也把这个矩阵给做出来了 那因此呢我们现在就开始去 做模拟吧 那我们呢就把一年切成50起 然后呢我们现在讲到呢模拟1万条 所以这个模拟的方法呢跟我们之前所讲的呢 是完全一样的事情 就是我必须要再把这里扩大一点 因为我不想把这里给杀掉 也就是说呢我们首先先去形成 一个51乘以1万的矩阵 那里面呢全部都先装0进去 好那 为什么要51个列呢 因为我们有第0期一直到第50期 那第0期就是现在 然后第50期就是一年之后 一年之后 所以我们现在的策略就是呢 先把这些随机变数 先把它给生成出来 那因为我们现在有两个随机变数 一个叫S1 S2 所以呢我们现在必须呢 升成两个51乘以1万的矩阵出来 好那当然呢 我们抓出来的都是独立的标准台来分配的乱数 所以我们必须要经过刚刚所算出来的这个 Cholesky Matrix的线性转换去得到真实的S1 跟S2 好那我们的做法就跟前几部影片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是写一个回圈借由呢 控制这个时间的走向 那至于呢 每一个时间点呢 我们必须要去模拟出100万条路径那个时间 时间点的数值 这个就交给NumPi的向量化运算去做 好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想要做的事情 就跟前几部影片是一样 所以假如说不是很清楚的话呢 可能真的要回复去看一下前几部影片 不然呢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 每部影片都在从盘古开天辟地再开始讲 好所以呢 我们就把一年切成50期 然后呢 我们要模拟1万条的路径 然后呢 底梯就是一年除以50 就是我们把一年切成50期 好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是到NumPi NPR呢 是这个作者他的一个简称 就是NumPi.Random这个套件 他把它简称叫做NPR 因为他不想要每次写NumPi.Random点 后面这大堆东西很烦的 好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去NumPi.Random里面的StandNormal 然后呢去抽乱数 那我们现在抽出来的乱数呢 要把它摆成三维的状况 所以呢 它的维度个是什么呢 就是2 然后呢M加Ei 那通常很多人呢 都对于这种高维的矩阵 都有点害怕 但是呢 基本上我就说 其实你就不用害怕 你还是呢 以后面两个为主 后面两个呢 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这个矩阵 它的大小 所以呢 你看一下我们现在的矩阵呢 你只要看后面两个 M加E就是51嘛 I就是1万 换句话说呢 我们现在就是要形成一些矩阵 这每个矩阵 它的大小都是51乘以1万 那到底形成几个呢 那就是呢 写在更前面的维度 所以呢 说穿的这种高维的高维的那个矩阵 其实没有什么困难的 你就把它想成呢 这个2M加Ei 其实就是有两个这样子的矩阵就对了 所以呢 它就是变成三个维度 那同样的人 假如说维度更高的话 变成四维 例如说前面呢 又多一个3 3 2M加Ei 那就是有什么 就是有三个2M加Ei的东西啊 然后呢 什么东西叫做2M加Ei呢 就是有两个M加Ei的矩阵 所以呢 我就说你就把后面这个精神抓住 因为呢 后面这其实讲的就是 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这个矩阵 有多少个RAW多少个Color 那前面说穿的就是有几个 后面这样子的东西啊 好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是要去形成乱数 而且呢 我们说穿的就是要去做什么 就是要去做两个51乘以1万的 这样子的矩阵 然后里面全部都去装乱数 都装什么呢 都装 从标准常态分配 独立的标准常态分配里面 所抽出来的乱数 好所以呢 我们现在把乱数也抓好了 然后呢 因为我们现在有两个啊 有两个 一个事实上就是要模拟骨架 另外一个呢 就是要模拟什么 就是要模拟波动度的平方 也就是呢 变异数 我们现在有两个 有两个矩阵 好 那 事实上呢 一个就是要写骨架 另外一个呢 其实就是要写那个变异数 可是呢 我们变异数呢 在做的时候 我们刚刚说过了 其实呢 你不能够保证呢 它做出来的东西全部都会是正的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就干脆呢 再去形成一个新的矩阵 叫做Vh 好了 我看一下后面的Vh 啊 对对对 我们就是呢 去再去形成一个Vh 然后大小呢 也是一样 就是呢 51 51 然后呢 乘以1万的矩阵 然后呢 我们等一下在模拟这个变异数的 这一个 嗯 的变数的时候 这个Vh呢 它可能呢 某些格子呢 会跑出负的出来 但是不要紧张 只要跑出负的话呢 等一下我们在做 这个Square Roots的离散化的时候呢 我们会在公 会在称师里面呢 就强制呢 说假如变成负的话 假如说那个数值是负的话呢 我们就让它变成0 所以呢 Vh呢 其实里面有些格子会是负的 但是呢 我们最后就会把Vh呢 整个逐格子来看 然后呢 要把它全部变成是正的 换句话说呢 Vh里面有些格子 其实会是负的 但是它并不影响到 我们等一下呢 要去做离散化时候的工作 因为呢 我们会在称师里面呢 会说今天假如呢 变异数变成是负的话 就把它变成0 好 但是最后我们总是希望 把一条变异数的曲线画出 的那个随机过程画出来 所以最后呢 我们就会把Vh变成V 那Vh跟V呢 最大的差别 差在什么地方 就是呢 V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它就会是Vh这个矩阵 每个格子都去看 只要你有负的数字的话 就帮你变成0 那换句话说 最后我们要去画 这个波动度的随机过程的时候 其实是用V矩阵来画的 好所以有这个概念之后呢 我们就继续看它的程式吧 好 所以呢 它现在就说 我们现在呢 就是 刚刚已经形成两个 两个随机变数了 两个随机变数的矩阵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再创造一个Vh V呢 它就说 就跟呢 这个Random NUM0是一样的 那什么东西呢 叫做RANNUM0呢 那你就要去看看 什么东西叫做 RANNUM RANNUM就是我们刚刚所形成的 两个 五十一乘一万的 那个矩阵 里面全部都是装 标准带来分配所抽出来的乱数 那因为它有两个啊 所以呢 第一个就是变号0 第二个呢 其实就是变号1 所以呢 今天我们就是把呢 变号0那一个 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 啊 我们刚所形成的那个 随机乱数的矩阵的第一个 也就是变号0 那个呢 那它呢 事实上它的大小就是什么 就是五十一乘一万 所以呢 我们今天呢 也去弄一个V矩阵呢 它的大小跟这一个 RANDNUMBER 变号0的那个RANDNUMBER 的大小是一样的 换句话说也是五十一乘一万 然后里面全部都先装领进去 然后Vh呢 它也是一个矩阵 它大小呢 就跟V一样 里面也全部都装领进去 总言之后 我们现在做到这地方 到底生成了什么呢 我们生成了两个五十一乘一万的矩阵 这里矩阵里面的数字 全部都是标准团队分配里面 所抽出来的乱数 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弄了两个 现在里面全部都是装领的矩阵 一个叫V 然后呢 一个叫做Vh 那这个呢 事实上就是要等一下 离散化的时候呢 要去生成那个变异数的 那个随机过程 需要的格子 好 所以呢 那我们现在呢 就把这个V的D0列呢 全部都装V0进去 Vh的D0列全部都装V0进去 V0是什么呢 V0实际上就是 这个变异数的起始值 就是百分之十 要百分之十 好 所以 百分之十的话 那 其实百分之十开根号 0.1开根号 大概是 我只是有点好奇而已啊 因为0.25开根号就是0.5 那0.1开根号 大概是0.3左右 大概就是破洞度 起始值大概百分之三十几 所以呢 变异数的起始值大概百分之十 好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开始呢 我们去把这个变异数的 的随机过程把它生成出来 好 所以呢 我们就看一下这条式子 它在写什么 那它说呢 for t in range 1 m加 1 所以呢 t就是in range 1 跟51 那1 range 1 51 其实t就是从1到50的意思 因为呢 那个51是我们第一个不要碰到的数 好 那首先呢 我们先看一下这里 这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做什么 我们刚刚所说的 把我们抽出来的独立的标准常态的随机变数 相关性呢 好所以呢 我们看一下 基本上呢就是这个矩阵 然后呢跟后面某个矩阵呢 要去做相乘 所以呢我们就用numpy.dot 好所以呢 前面这个矩阵呢就是放cholesky matrix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所做出来的10跟0.6 0.8 就是我们这边所做出来的东西 然后呢 后面这里到底是乘什么呢 它说我们乘以一个rannum 然后呢rannum是什么东西呢 是一个三维的的一个立体的矩阵 里面全部装的是标准常态分配的乱数 好所以呢我们说今天呢 最前面的这个编号D0为这个东西 我们全部都要了 那代表什么 代表说呢 我们今天那两个矩阵的随机变数呢 我们都要把它拿进来做一下转换 好 然后呢中间这个t呢 就看你现在的t到底是多少 t假如是等于1的话呢 那就是说我们呢 就抓我们刚刚所形成的那堆标准常态分配所形成的矩阵 我们的那个乱数所形成的矩阵的编号1的那一列 也就是时间点1的那一列 好 然后呢后面这个代表说 这两个矩阵的所有的兰我们都要了 好 所以这一点呢 我们来再讲个详细一点好了 也就是说呢 今天rannum呢 它原来的维度是什么呢 原来维度是2 然后呢51 51 然后呢1万 1万 好那我们知道2呢 其实说穿的没有什么就是呢 我们有两个这样子的矩阵 所以那矩阵就变成立体的 那这51呢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底梯 就是时间呢 每经过一个底梯 每经过一个底梯呢 我们就要把它的数值呢 把它给模拟出来 写在某一列某一列里面 好那这1万呢 当然就是我们每次呢 要去算1万条路径在某个时点的值 好所以呢本来这个rannum它的维度是251 1万 但是呢当你今天呢 说我要把rannum呢 然后我们要取什么 我们要取冒号t跟冒号 那假设t是等于1的话 那就代表说我们现在呢 要在那两个矩阵里面都取编号1的 都取编号1的那一列出来 所以呢今天这个rannum 然后中关号冒号t冒号 它的维度到底变成什么 它维度事实上呢 就是变成21万而已哦 就是变成21万 那你可能就会想说 咦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其实这没有什么稀奇的 你今天呢在某个 某个张量里面 把某一个维度的某一列 或某一栏抓出来的话 本来它的维度就会下降 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例如说矩阵 你今天假如是在一个51 然后呢乘以1万的一个这样子的矩阵 我们都很熟悉这样的矩阵哦 好然后呢你说我呢 要把编号1的那一列抓出来 那抓出来之后 你当然就知道呢 你就是把第二列抓出来 它呢其实维度就是什么 维度呢它就变成是一个1万 你假如真的去查它的维度 它就告诉你说是1万 然后呢就是逗点 就这样子写给你看哦 那代表什么 代表它的维度呢 已经从二维变成是一维的 因为你今天在一个矩阵里面 抽出任一列出来 事实上呢 一列它的维度 其实就只剩一维嘛 那同样的呢 今天我们这个NUM RANNUM 本来它的维度是三维的 是2 51 1万 但是呢我们今天假如说要抽出 编号1的那一列出来 那抽出来之后呢 其实最后所得到的结果 也就是我现在反白这个结果 其它的维度呢 就下降 就只剩下2维哦 就只剩下呢 2乘以1万哦 好所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DOT在DOT什么 它其实前面就是一个Cherleski matrix 它是一个2乘2的矩阵 前面呢是一个2乘2的矩阵 然后呢 后面到底是什么呢 后面事实上这个东西就是一个2乘1万的矩阵 所以这个东西呢 事实上矩阵是可以相成的哦 然后你想看看这个2乘1万呢 它现在的样子摆成什么样子 事实上它就是有两列 然后呢 有两列 所以你今天假如前面呢 这个Cherleski matrix呢 去跟后面这个2乘1万的矩阵相成的话 其实就是这个Cherleski matrix 去对后面的这个矩阵的每个栏呢 去做内积嘛 那事实上呢 这个2乘1万里面的每个栏到底是什么 其实就是Axion1θ 跟Axion2θ 的抽样的结果嘛 的结果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 这其实就是一种向量化的运算呢 我们这边写的呢 事实上是丢进一组的Axion1θ 跟Axion2θ 前面成个Cherleski matrix 得到Axion1跟Axion2 但是呢 我们现在呢 是一次丢进1万组Axion1θ 跟Axion2θ 所以后面这地方 其实就变成一个2乘1万的矩阵 那这样的话呢 一次就可以呢 去产生1万组的Axion1跟Axion2了 好大概就是这样 没有办法再讲更仔细了 我觉得这已经讲到很仔细的地步了 好所以呢 最后我们得出来这个RA2呢 你可以把它想成 其实就是呢 我们这边的Axion1跟Axion2 换句话说呢 Axion1跟Axion2 它本身已经有Cherleski 0.6在里面了 已经被我们做出来了 只是呢 今天这个RA2呢 不是只有一组Axion1和Axion2 它事实上是有一万组的Axion1跟Axion2 好那再来就是把这条以上话东西写一写 所以你看VHT 其实呢就是这里的VT 然后呢就等于VHT-1 所以就是这里的VT-1 然后再加上Cover就是这里的K 然后乘以θ 然后呢减掉这个VT-1加 就是我们这边所谓的VT-1 然后呢 我们用一个Masma VT-1跟0 去比看谁比较大 好 然后呢就乘以底T 好 然后再加上呢 Sigma就是这边的Sigma 然后乘以呢 这里有个开根号 那是里面呢 必须要是一个Masma 0 跟VT-1的较大值 好 所以就是呢 Np然后Square 然后这里就是一个VT-1 跟0的最大的较大值 好 然后再乘以什么 再乘以根号ΔT 所以就是这里乘以 再继续乘以呢 根号ΔT 然后再乘以呢 一个乱数 而这个乱数呢 必须要是Action-2 那就是呢 我们的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们的RAN 也就是呢 我们刚刚这个2乘2的矩阵 跟2乘1万的矩阵 相乘之后 基本上它会是2乘1万的 所以呢 我们就把编号1的那一列 也就是第二列呢 叫做Action-2 拿来呢 模拟这个变异数的随机过程 好 所以呢 这边就乘以RAN-1 其他就是一个一列 然后呢 有一万个数的乱数 好 所以呢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把 我们就把那个 就把变异数给模拟出来了 好 那变异数模拟出来的话呢 我们刚刚讲过了 这个VH 它里面呢 可能有些是 只会是负的 所以呢 我们今天呢 就把这个V矩阵 我们刚所创造出来的V矩阵呢 就把这个V矩阵呢 拿出来 然后呢 V矩阵其实就是VH里面的 每一个数字 就逐元数去算 逐元数去看 逐元数去看 假如呢 某一个格子的数字 是小于0的话 我们就强制定它等于0 好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呢 V基本上呢 就是我们所模拟出来的 那个 就是我们所模拟出来的 那个 变异数的路径了 好 那我们现在呢 要开始模拟股价路径了 所以要模拟股价路径呢 那我们也是呢 先开一大堆 先开一个零矩阵出来 所以呢 我们也是先开一个 51乘10000 就这里 这个 NPG 我换家说 就是先产生零矩阵 它的形状就是跟 Random number 0 那Random number 0 就是 我们刚刚的Random number 在这个地方 那Random number 这个呢 的0代表什么 因为我们刚刚就Random number 说 我们就是形成两个 51乘10000的矩阵嘛 那既然有两个话呢 我们就把 第一个也就是编号0 那个抓出来 其实编号0 那个它的形状就是 51乘10000 所以说穿的呢 这条式子就是 这个程式就是说 我们呢 就是先做一个0矩阵 一个51乘10000的0矩阵 然后呢 我们就要从这个0矩阵 开始去模拟股价 好 然后呢 它的第一列呢 我们也把它叫做S0 就是说都从100开始 都从100开始 好那下面呢 这又没什么了 这基本上就是我们 刚刚所写的 这个股价的这条式子 它的离散化 好 所以呢 首先我们还是要干嘛呢 还是要先把 我们刚刚的 抽出来的独立的 标准常态分配的乱数 前面乘以一个 Tjolesky的Matrix 好所以呢 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东西 基本上刚刚讲过了 就是呢 Tjolesky的Matrix 乘以 我们今天呢 就抓出 抓出 刚刚所形成的 2511万这个立体的矩阵中的 某一个编号的列 所以它就变成是2乘1万的矩阵 所以呢 我们就是2乘2的矩阵 跟2乘1万的矩阵 去做相乘之后 那基本上 我们就可以得到S01跟S02 其实这个我们刚刚都讲过 好所以呢 我们就得到RAN 那RAN呢 你不要忘记 其实呢 它会是什么 因为呢 它是个2乘2跟2乘1万 所乘起来的东西 所以基本上 它会是2乘1万的事情 那我们就说呢 编号零内列呢 就是拿来给股价呢 去使用 然后呢 编号1那一列呢 的那些随机乱数呢 就是拿给 那个 去模拟变异数来使用 所以呢 我们刚刚在模拟变异数的时候 其实是拿编号1的 那一列的RAN 然后现在要模拟股价呢 我们就拿编号0 也就是第一列的 那个 乱数来做 好所以呢 这条式子都没有什么 这条式子就是ST 等于ST-1 就是我们这边所写的 然后乘以Exponential R减掉0.5的VT 然后乘以底T 再加上什么呢 再加上 更号V 然后乘以一堆的乱数 然后呢 乘以更号底T 就是我这边所写的 好 所以下面这里呢 我们也把股价呢 给模拟完了 至此就做完了 真的就做完了 好 那我们就来画画图吧 所以呢 下面呢 我们就用Plt.subplot 那我们要画两个纸图 把它摆成是一个raw 两个column的样子 那整个图形呢 就是宽10英寸 高6英寸 那我们呢 把这个东西开出来之后呢 那里面就有两个物件 一个呢就是白白的画板 再画图 另外一个就是呢 装这两个图 所需要的阵列 都帮你建好了 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是AX1呢 我们就画个直方图 那我们呢 就把最后一集的股价 那你不要忘记股价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51乘以1万的矩阵 那最后一期 其实就是最后一列嘛 那最后一列的话呢 因为我们只有对列去抓 所以呢 我们要抓最后一列的话呢 我们就写S-1 代表说 我们就用倒数的方式数回去啦 那你这边也可以写S50啊 就是编号第50列 但是呢 编号第50列呢 其实就是 就是编号-1列 所以有时候写-1还蛮方便的 总言之呢 这边就是把最后一集的股价呢 1万个股价抓出来 分50组画一个直方图 好 然后呢 再来就是S-Label Y-Label 就是股价的指数啊 还有这个Frequency 好 然后呢 在我们AX2呢 就是画变异数的直方图 所以我们就把变异数 那个V矩阵的最后一列也抓出来 然后呢 分成50群 然后你画一个直方图出来 好 所以画出来的图就是这样 那同样的呢 这个股价呢 它也具有 就是LogNormal特性啊 那换句话说呢 它会右偏哦 那它会有很小的几率股价 可能会涨得很高 但是呢 大部分还是在 100零级左右 好的 这个比较第二题呢 因为我们当初设那个 长期的变异数的水准是25% 所以你会发现呢 最后一起真的几乎都是在25%附近 而且呢 它就是一个Central Chi Square的分配 好 那这样子看呢 看不大出来啦 所以呢 我们就 我们就 做一个叙述统计吧 那我们在上一部影片呢 曾经做过一个 写过一个函数 叫做print statistic 那这个函数呢 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在我们上一部影片 曾经做过的 那它基本上呢 就是你丢进两个数列 那它呢 会帮你把那些数列 的一些洞叉值呢 全部都算出来给你看 好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说 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 就是要把 把 那 最后一期的股价 那它的叙述统计也算出来 然后呢 最后一期的 嗯 股价的 报酬率的变运数呢 那也把它给做出来了 就是它的一些叙述统计做出来 好 所以我们就发现呢 股价本来是100块钱喔 那 我们都是模拟一万次 那100块可以跌到17块 但是也可以涨到594喔 所以通常呢 这种 嗯 这种模型呢 有时候你可以去创造出 尾巴更厚的状况 嗯 尤其是呢 你今天假如 假如这个 嗯 底力1跟底力2是正相关的话 也就是说呢 今天 影响波动度的不确定性呢 跟影响股价不确定性 表示正相关的话 通常你可以做出一个 更厚伪的状况 也就是说呢 涨会涨的比 啊 Docnomal还要说更多 跌 会跌的比Docnomal还要更多 所以呢 它最高的股价可以到594喔 那期望只是107 所以标准差是53 然后呢 有一些右偏的状况 那通常呢 这封塔还蛮高的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变异数喔 变异数呢 嗯 它最后的min呢 真的就是在25%附近 在25%附近 所以呢 看起来蛮符合我们的预期啊 好 那当然呢 我们就可以来画一下一些图形 我们就画10条 来看看喔 所以呢 同样的我们也画一个直图 而且呢 我们共用S轴 那这个图形的大小 宽 10英寸 高6英寸 这个我们都讲过了 然后呢就画两个子图吧 所以呢 第一个子图 其实呢就是画 嗯 就是画前面10条的骨架 因为呢 我们不是做了1万条吗 所以呢 你看一下 我们就是把S矩阵呢 所有的列我们都要了 但是呢 蓝的部分 我们只有抓编号0到编号9的蓝 所以事实上就是抓前面所产生的10条的骨架 然后就把它画出来 然后呢 破弄度 不是破弄度 变异数的部分呢 我们也画前面10条出来看看了 好 所以画出来之后 我们就发现 基本上这个骨架呢 它尾巴会更厚了 因为我们现在的破弄度 影响破弄度的不确定性 和影响骨架不确定性 是射程正相关的 然后呢 这破弄度呢 它都是从 不是破弄度啦 是变异数 所以这个label不应该写破弄度 它应该写变异数 哎呀 算了 这作者写破弄度 我们就留破弄度吧 那变异数呢 是从10%开始 然后最后都往它的长期平均水准 25%靠近 好 这个就是呢 随机破弄度的模型 一个很有名的文章 叫Heston的随机破弄度的模型 那当然呢 它原始的模型呢 是用片尾分方程去解的啦 但是它最后呢 有做一些数值的比较 告诉你说呢 今天 假如呢 底地坊跟底地址呢 它的 correlation呢 变成怎样的话 那事实上呢 创造出来的骨架 它的那个尾巴呢 可能就会更厚 或更薄等等 好 那所以呢 这个破弄度模型呢 我们就讲到这边吧 那这影片就先停在这个地方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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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影片就先停在这个地方啰